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人们对于这些丧尽天良的贪官们恨之入骨 又实在没有办法 这一年 百姓实在忍无可忍了 纷纷联名上高 控告检举王鲁的手下贪赃王法 王鲁说 你们虽然打的是草 但我却像躲在草丛里的蛇一样 已经受到惊吓了